大家好,我是林阿皮 又到了我们剧情讲解的时间了 这期我们讲的是持案家 在上期节目中 谢谢各位在评论区 关于园丁失忆时间的梳理 和时装原型的指振 我们先来纠正上一期的错误 首先是奥菲欧五周年庆典活动里的报道 都是平行世界发生的事情 可以说是每个角色 自己理想中的最好一面 活动背景也是关乎梦境 回到一切的起点 德罗斯小姐的报道 作为现实依据的说法 可以否决掉了 第二点 园丁22年生日信上的内容 应该是庄原游戏存活后 药剂导致失忆的情况下 写下的内容 所以园丁前面经历的事情 是记得很清楚的 接着是罗刹斐春的时装原型出处 是印加帝国文明的服饰 范绍铜精华主题下的风眼 炎火之怒 与医生的无名之城 很明显有提到太阳之子与马丘比丘 在印加文明里 印加为其最高统治者的尊号 意为太阳之子 马丘比丘则是保存完好的 前格伦布时期的印加遗迹 所以罗刹斐春是取材于 印加女性的传统服饰 以上 谢谢大家的监督和指振 在我做这系列视频之前 其实就有不少剧情党的大佬 在很早之前就开始研究 角色的关系和故事线了 他们对于剧情的理解 整体还是比较深的 但由于剧情出的比较慢 一年一年挤牙膏 再加上文案组的更替 很多大佬就弃坑了 本人则从重逢之时 那个版本才开始 半路最佳认真研究剧情的 梳理当中难免会有疏忽 或者是不对的地方 自然也对剧情整体框架了解 也不如前辈们全面 总之就先要感谢各位 以进步和包含的眼光 看待本系列视频了 往后的视频我会多下功夫 力求严谨的去完善的内容 好了话不多说 开始我们今天的主题吧 慈像家原名克里切皮尔森 30岁出生下诚孤儿 是加入庄园游戏的 第四名求人者角色 大家应该都注意到了 慈像家这个名称是带有双引号的 说明他并不是真正的慈像家 这个名称是有特殊含义的 在外服的名称里 慈像家就被直接了当的 按原意翻译成小偷 国服最早内测的时候也叫小偷 后面觉得怪怪的 然后就叫他社工了 他的喜好和职业的外在特质 都暗设他是个偷窃老手 而这类维多利亚实体 狡猾又贪婪的底层工人形象 在人物设计上就能初见端倪 一眼看过去 慈像家最醒目的地方 莫过于繁蜜脏乱的 克林共事洛塞胡 头上戴着一顶缝制过的抱头帽 上身穿着的是一种叫 卡玛尼奥尔的夹克 常见于意大利工人的打扮 肩头宽有挖兜和扣子 下身则是一条不太适合的 庞塔龙半截系统裤 这人打扮在法国大革命时期 代表是庶民阶级的 雅各兵派革命者 而戴有工人特色的围巾 替换成为较为体面的顶带 说明他虽然出生下沉 从事体力劳动 但仍追求体面的性格特点 这也跟最新理他的身份所呼应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该名角色两只眼睛是不同颜色的 有一种说法是 他的左眼是为了帮助孤儿去偷窃时 被打瞎的 我反正是没有找到 能支持这种说法的证据 就连实验线比较往后的 入狱照片里 他的两只眼睛仍是健全的 希望有人知道的话 能在弹幕和评论区里面补充 总体而言 实验家是一个有时代感 且阶级鲜明的角色 下面就来说说他的剧情 不清楚 齐安家这个称呼 是克力切自封的 还是教会那边赋予的 但可以确定的是 他作为一个康他人之楷的齐安家 在白沙街孤文院 被教会支柱建立之前 齐安家被以自己的手段 在这条街道上谋生 在角色推演三合四里 两篇孤儿日记 交代了齐安家的谋生手段 那就是利用身体残缺的孩子们 去沿街乞讨 或者利用乞讨的空档 下手偷取财物 推演四里的那句 他争走运只少了左边 结合染血的床单来看 孩子们很有可能不是先天残疾 而是人为至残的 毕竟身体残缺的孩子 能榨取更多的同情心和金钱 在齐安家与孩子们的合影里 孩子们脸上毫无生气与笑容 笑着的只有齐安家一个人 后面的横幅挂着格格不入的 Home Sweet Home 大家看到这幅照片 或许都疑惑过照片里面的小孩子 都是些什么人 在这里我依照现有的线索 斗胆推测一下 接着得翻到爱谷鬼的角色推演 和生日信件跟合照相互推论了 在爱谷鬼推演2里 有写着 失去一只手的女孩站在人群中 墙上挂着一条横幅 家甜蜜的家 由此可以得出此推演的合照 是同一个场景 接着爱谷鬼21年生日信上的日记内容 是以一名同在甜蜜之家的孤儿同伴视角下描述的 实际上家角色推演34也是孤儿写下的两篇日记 说明日记本的主人出现在合照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 仔细浏览日记内容 在3月29日之前 记载的事情都是孤儿院时期发生的 2月12日就提到一对姐弟的姐姐缺失了一只手 而弟弟没事 很显然 日记写的 我就猜到会发生这种事情 就是上文指的 人无为至残儿童 回到照片上观察每名儿童残缺特征 和手中的食物 就能先确定最左边的女孩 就是爱谷鬼的姐姐 多洛雷斯 而5名儿童中唯一一个身体完整的 只有左边第二个拿着风车的男孩 那他是爱谷鬼罗比吗 我们继续利用排除法确定生下的儿童身份 考虑能写日记的年纪 和儿童手持物代表个人喜好的属性 中间个子最高的手持书本的男孩 是最有可能是日记本的主人 而回到其他家角色推演4中 有提到他只少了左边 就提示了受害儿童是个缺失了 左边某个部分的男孩子 照片里符合特征也只剩最右边 那个拿着球缺失左腿的男孩 中间坐地上最年幼的小男孩 全身看起来恐怕只剩下右手了 可谓承载了最深的恶意 那么结论就出来了 照片里的儿童分别是 爱谷鬼的姐姐多洛雷斯 爱谷鬼罗比 爱谷鬼21年信件日记本的主人 齐安家推演4里面提到失去左肢的男孩 如果官方后续没有具体指明是什么人 对这些合同下黑手的话 那么就只有齐安家能做这种事情了 因为23年的生日信上 齐安家的规划笔记交代得很清楚 即使他没有对孩子们下手 在他的管理下 孩子们也只是任人摆布的傀儡罢了 谁知便有了教会注资后 齐安家变成白沙街第一所孤儿院的经营者 不过齐安家并没有看清杜克神父部下的局 在齐安家推演8里 教会给齐安家写信表明在孤儿院里查出儿童们有精神障碍 得送往天主教管理下的封人院统一治疗 但从医生生日信里可以得知 被送往封人院的儿童根本没有任何精神问题 教会投资孤儿院的目的开始暴露 下个报道写着 白沙街孤儿院要被教会改建成儿童精神病院来使用的 直接就不演了 不用多说 夫人院的经营者麦格伦也是神父那边的人 而他们心底都看不起齐安家 毕竟齐安家把园丁送回去的时候呢 也就给了那么点微不足道的报酬 接着齐安家变锅铛入狱了 入狱左下角写着偷窃的罪名 很匪夷所思的是 齐安家作为一名偷窃老手 这个时间点被逮住了 很令人怀疑是不是教会故意挖坑让他跳的 为的是减少不稳定因素 而孤儿院变成夫人院后 教会利用着无家可贵的孤儿进行着各种实验 直到爱哭鬼的姐姐多洛里斯 对这个地方闹得天翻地覆后 白沙街夫人院终于倒闭了 由于夫人院时期的事件 已经跟齐安家没有多大关系了 详细我们就留到讲爱哭鬼的时候再说 这里就一笔带过 夫人院的关闭 令教会失去了方便的实验场 于是齐安家出狱后 听闻夫人院关闭的消息 就觉得有捞一笔的机会 便以十分谦卑的口吻 写信给杜克神父 提议新的夫人院落成后进行赞助 而神父也确实答应了齐安家的请求 说不定对孤儿有着丰富管理经验的 齐安家去打理新的夫人院更加稳定 到时候出什么事情呢 也能甩锅到他的身上 那齐安家有什么路子 可以赚到第二所夫人院的启动资金呢 没错 就是神秘的庄园游戏了 由于齐安家很讨厌傲慢的人 而律师呢 很符合这个特质 所以来到庄园的第一天 齐安家便偷偷地把律师的餐具给收走了 律师很不爽就去入户厅那把煤气阀门给关了 而袁丁看到律师没有餐具吃饭 便犯起了同情心 自己连饭也不吃就回去了自己的房间了 袁丁这个举动被齐安家看在眼里 心想 这廉价的同情心浪费在一个刻薄的骗子身上 真令人不爽 第二天 齐安家想邀请袁丁去花园 但被刚来的医生吃开了 于是他只能蹲在草筒里观察袁丁在花园做什么 结果发现袁丁在对稻草人自言自语 觉得他疯了 袁丁离开花园后 齐安家就跟了上去 接下来就是齐安家躲袁丁 袁丁躲律师 律师躲他们俩 你躲我 我躲你 三个人加起来几百个心眼 辗转腾回一阵子后 律师被袁丁跟到了花园 齐安家也蹲回熟悉的草丛当老六了 趁着两人的对话还没有结束 齐安家又躲到袁丁曾经躲过的柜子里 袁丁哼着哥走过来的时候一直看着柜子 这里其实他已经知道 齐安家在里面了 没有当场揭穿而已 等着两个人走远了 齐安家又又又又又回到了花园 查看两个人刚刚讨论的植物 这时他心想最好别碰那东西 可能有毒 然后就把手伸进颠前里进行采集 想利用他整一整律师 接着来到庄园的第五天 这天 齐安家发现楼梯扶手有个金币 当他靠近扶手蹲下捡金币时 扶手坏掉了 他结结实实地从二楼摔在了地上 袁丁看到齐安家受伤了 便去叫医生过来 即使受伤了 齐安家还是奠记着那枚金币 所有医生给齐安家检查伤势时 齐安家认出面前的这个医生 是被通缉的利迪亚重撕 心里感叹他这种专门服侍 富家太太的医生 还能给我这种下等人检查伤口 实在讽刺 并暗暗感谢了袁丁的好意 殊不知这个陷阱是袁丁一手策划的 隔天早上就有人在餐厅里面碰头 这时袁丁发现餐厂上放着一个颠且拍 不用说 这就是齐安家做出来诬陷律师的 毕竟在前面他有听到袁丁和律师的对话 并且采集了颠且 说要让袁丁看到这些上等人的真面目 不过他当时并不知道这些植物叫什么就是了 所以他慌张的问颠且是什么 医生解释到颠且液表面渗出的油状液体 会引起皮肤过敏 这时齐安家提议大家把手都拿出来 虽然两位女士都戴着手套的 看不出来有没有过敏 但齐安家新娘的接受了这个设定非常合理 那么真相只有一个 就剩下律师了 如果律师这个时候找齐安家对话的话 就会吃拳头 不过按正常的流程走的话 医生认为颠且在夏天不能保存超过两天 所以他手上的痕迹至少是两天前的了 颠且派现做的不应该是律师 齐安家看到计策失败 就有点气急败坏 到了下午 心情不好 齐安家闪向袁丁那寻求一点安慰 结果还没开口呢 袁丁就先叫他让路 需要找医生 再次被拒绝齐安家 情绪终于爆发 开口大骂袁丁是个贱人 并打了一拳过去 这与他对待孤儿院的孩子们的态度是一样的 袁丁一路被追赶到了入户厅 齐安家强硬又野蛮的表白 让袁丁心有余悸 接着齐安家跑到花园里 将自己假扮成道成人获取袁丁的关爱 不过袁丁却只想兴奋的告诉医生 道成人有温度了这个消息 袁丁走后 齐安家修复好了原来的稻草人 临走时在门峰看到了 袁丁和医生两个人感情要好的样子 心里更加嫉妒了 发誓再也不会让袁丁拒绝自己了 到了庄园游戏开始的那天 自如出名的齐安家被袁丁连同稻草人 装在箱子里 拖行到军庸厂去 齐安家被困在一个箱子里 一路听着袁丁的内心堵白 特别是咬牙切齿的那句 或许这时齐安家已经知道 袁丁真正的身份了 但这也为时一晚 最终齐安家葬送在袁丁手中 连同稻草人一起被烧掉了 因为这一段CG里 稻草人没有挣扎 没有喊叫 所以有的玩家认为 齐安家没有被烧掉 中途逃出去了 且不说 齐安家在行动不变的情况下 怎么从里面打开被锁的箱子 二连齐安家生日信件中的实验档案 明确写着 他是在游戏中 第一个出局的实验对象 实验档案虽然也有 记录者的主观意志 但我认为大部分内容 都是客观可靠的 第四年的专属信件动作 也暗示了他的下场 所以齐安家逃脱的可能性不大 那么齐安家的距离信息 就差不多了 最后我还有点个人想法 补充一下 据我查到的资料来看 齐安家可能是受益名 叫乔治穆勒的教会领袖 生平世纪启发而来的 此人生平前半段 都是放荡的轨迹 与他后来圣洁的基督徒形象 截然相反 而乔治穆勒 于1805年9月27日 生于普鲁市 在他未满十岁的时候 已经是贯贼了 父亲是国产税局的收税人 穆勒曾几次 偷过他父亲代保管的政府供款 此外 他喜欢玩纸牌 甚至哭爱强烈的酒 在母亲临终之夜 这14岁的男孩人名临家罪 在街上蹒跚而行 在1821年 他在马格德堡的教会学校就读时 用谎言获得导师的准许 请假于一名女子 住在布伦瑞克的高级旅馆约会 直到耗尽所有 被旅馆告发 因诈骗罪 被送进监狱几个月 穆勒的父亲 希望供他去接受宗教教育 以使他在国立的路德会中 得到一个有利的神职位置 他在哈勒大学学习神学 这时穆勒仍旧习不改 当他在台高筑 津贴不够偿妇之时 便造成自己遭受偷窃的假象 博取同学们的同情 骗取大家捐款 补偿他的损失 不过穆勒到后面受信仰感动 戒掉了偷袭和酗酒的习惯 并开始 希望成为一名传教士 在他往后的布道税里 总共已建立了五所孤儿院 收容了超过2000名孤儿 并且孤儿们都收到了非常好的照顾 偷窃成性 终于金钱 成名女色与教会联系密切 有过日月经验 创办过孤儿院 都是他两者共同有的标签 我想 一开始 慈安家可能想塑造成 摇摆的善恶之间 为了孤儿们的存活 行卑劣之士的灰色人物 在慈安家西式时装 武师的描述是这样的 他收获了这份来自东方大国礼物 佳节欢庆之际 他为孤儿院带来了 久违的欢声笑语 而关键舞会彩球里 也描述到了此道具 是在孤儿院里装扮舞会的 这都说明 慈安家至少是对孤儿们有感情的 不至于残忍地 让他们缺胳膊少腿 面对比自己全是大的人 他表现得极其卑微 面对比自己弱小的人 他要妄想成为国王 自傲与自卑的矛盾性 也使这个角色变得更加有血有肉 然而 二三年的生日信件 则彻底把人设扁平化 这下 就变成一个纯粹的二人了 每每遇到这种文本描述 有出入的情况 我也只能以推演内容和生日信件 为定义依据了 毕竟时装和随身物品的描述 也存在平行世界的可能性 好了 我个人的感想就说到这了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 他身上的时装吧 罕见品质 换色的几件 天丁石 紫石鹰 绿翡翠 都是矿石的名称 时装描述里 突出的就是 慈安家 瘫彩的品质 独特品质 学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来讲讲吧 铁猫黑手 深渊珍宝2 真气之都主题时装 宣传批于乍一看 有种兵器时代的即视感 这时装在深渊剧情里 是铁猫团三人之一 真正意义上的黑手 就问你 敢不敢比划 宝剑适从 第三赛季精华2 追寻圣碑之旅的时装 富有随身物品 遗物断剑 描述里说到这把断剑 成是一把圣剑 那亚瑟王传说里的圣剑 大家就很熟悉了 圆周里 石中剑在亚瑟王与柏林洛王 决斗中断裂 后面 由湖中仙女重铸 才变成传说中的 蓝胡子 法国民间传说 废弃尔的怪鸟的故事原型 感兴趣的 可以看看上一期 园丁怪鸟时装的故事 故事大体相同 只是有些细节上的区别 无律之曲 第四赛季精华2 印加文明 印语之风 主题时装 现在 无色之情一起讲 情就是在人体上刺文字 或者图案 并涂上墨的意思 在古代 就有一种情形 就是直接用刀子 在犯人脸上刻字 这种刑罚 让犯人一辈子 都带着耻辱的印记 让人一看 就能认出是罪犯 而时装描述里写着 卑贱蝼蚁的身躯 连刺青都不愿留下痕迹 可见 时装代表的身份 是有多么低贱 皆要无律之曲 与其他几件无字开拓的时装描述 也许是表达了印加文明的政权内乱 导致民不聊生 投资大亨 第26赛季精华3 奥菲欧周年庆时装 即使在平行世界里面有钱了 领带还是得打在脖子上 信号源 第12赛季精华2 东方快车谋杀案 主题时装 车上加时装的职业是最卑微的 工资低 代月差 所以时装描述里 只说到只关注钱 不关注真相 一个月才几百便是 还拼什么命啊 圣诞精灵 19年圣诞节活动时装 经典的圣诞红绿配色 有些玩家可能会联想到 律师地精那个皮肤上面去 圣诞节 能从烟囱进你家的 除了圣诞老人以外 还有小偷 独特品质说完了 到奇珍品质 领头羊 一款才要外露 小偷形象的时装 配有随身物品 钱袋 带有金币掉落的特效 从宣传海报上 可以看得出这个钱袋 是从魔术师那摸过来的 不过仔细看 身边都是魔术师的分身 说明他偷东西 已经被看专案了 时装描述里 也表明了 持人家身安偷窃之道 海盗望远者 身边衣珍宝主题时装 持人家标志性的手电筒 换成了望远镜 一同的特色 也被右眼不对称的 单同望远镜保留下来 两只望远镜组合起来 还能变大 我觉得还行 稻草人 18年万圣节限定时装 衣服材质和细节统一 采用了稻草和木头作为纹理 脖子上内圈绳结 带着燃烧余境的火光 最为显眼 时装描述里写的 总觉得穿上它有点危险 地域笑话了 属于是 搭配第四年 角色日记专属动作和电子木鱼 大伙可以开始笑了 传令官 第十四赛季精华2 七涌最审判主题的时装 时装扮演的传令官 对应的是七涌最底的贪婪 这套算是持人家 比较体面的一套时装了 不过从带外的帽子和袜子里 藏着金币这种细节来看 总体还是有点不朽蝙蝠的 手里的权杖 与钱包里天平象征着它的地位 而装饰部分 以金色为主 衬托了传令官 是钱财 众予无辜之人 徽章李十三这个数字 既对应了 生日兴建里 小孩子在他眼里的价值 又预言了他 难逃厄运 十三 在西方里 是个不吉利的数字 剩下的就是西式品质时装了 武师 19年春节期间限定时装 搭配随身物品 焚火 连味十足 手电筒也换成了烟花的形状 看着时装动作里 持人家手忙脚乱点烟花的滑稽样子 相信很多玩家都会会心一笑 我小时候在乡下还炸过 虽然时装描述写的很暖心 但一对照剧情里 持人家的所作所为 哎 不多说了 时装讲解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能看到这里 制作长视频不易麻烦大家多多一键三连 对本系列视频有什么建议呢 请大家在评论区和弹幕里面留言 三连的鼓励和有益的意见 都是我进步的养分 我们下期见 拜拜